那個真的蠻難的 而且就是不常用到的這個肌肉 我現在在這邊發酸 水給酸 孩子們交舉中女神 怎麼拉大提琴 只限郭姓淳聽得是一頭霧水 看來還是樹葉有專攻 出席供應活動 郭姓淳要用自身經驗 來告訴孩子們 世上沒有不可能 人生不只是贏得比賽 還能幫助別人一起玩賽 我是郭姓淳 來自華東偏鄉的孩子 因為你們的支持 讓我站上世界的舞台 出生在單親隔代教養家庭的郭姓淳 成長背景與現場多數小孩差不多 不過他卻沒有因此放棄 靠著基金會的助學金 來支付學費 靠著舉重比賽獎金 扭轉命運撐起一個家 長大後他也立志要幫助更多孩童 給予他們逆轉人生的力量 體育這條路其實很不容易 我在每個階段都有很多的貴人 就是在我每個階段都推了我一把 那我今天才可以走到現在 小朋友們分享的就是說 其實不要害怕去追夢 畢竟攤開主技處8月發布的最新經濟預測 下修全年經濟成長率3.9% 也等於社會貧富差距加劇 痛苦指數居高不下 連帶影響兒少貧窮化問題 就怕全台許多清寒家庭 小孩沒有上學權利 因此基金會攜手知名量飯店業者 推動零錢捐 提供經濟扶持 陪伴引導與教育資源協助 目前前三季累積募款達到1863萬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8% 也期盼民眾的隨手一虧錢 都能成為弱勢學子的前進陽光 巴達雄往您來成為採訪報導